大家好,一起来看看今天有什么运输资讯吧 1月18日起,985M将会新加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分站 另外,1月18日起,985A线星期一至五 由土瓜环到山道开出去看程村的特别班次将会取消 1月21日起,9878K、79K、278K及T270线 小巴52A、54A及56A线在粉岭车站路的车站 将会向北千二五米有效期至9月30日 因为要进行加建行人路上改的工程 有报道指有多位机师投资合议建立水上飞机航空公司 计划服务香港及大湾区11个地点 开头会提供本地空中常有的服务 票价由250元起,之后就申请内地民航局的许可证 将服务的网络伸延到大湾区 更加考虑发展至东南南的国家 例如越南、菲律宾等等 不知道这间公司之前有没有曾经做过全面的评估 去了解服务的需求、竞争力、业务持续性和成本的分配 例如维修保养、政府会不会批地兴建维修中心 路线对附近居民的影响等等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因素来的 在国际方面,英国高铁发展南图正式出路 英国正研究开发新阶段的高铁发展项目 高铁发展小组已经向伦敦运输委员会主席Peter Handy着时提交建议 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的项目 第一个是将格拉斯哥至到伦敦的西岸钢线升级 令运载时间减少至3小时10分钟 拉近伦敦市中心至到苏格兰的距离 另外也建议提升曼切斯特和白银航至到伦敦市中心 西岸岸线列车的载客量减少运载时间 另外这个南图的重点项目 是为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提供一条跨海的列车隧道 连接苏格兰的加拉斯哥、爱丁堡和伦敦 相信这个田路发展项目 会为英国带来不少的经济效益和就业机会 日本计划兴建北海道清深的海底隧道 而是连接本州和北海道要靠连接清深和咸管的铁路隧道 而为了扩阔使用的网络 由民间团体向政府提交计划 建议兴建一条31公里长的行车隧道横跨津兴海峡 如果计划获得通过 整个项目就需要一兆亿日元 是一个天文的数字 但为了加强日本在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 日本政府会不会有这个软件呢? 多谢收看今集,下集再见 记得订阅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